导演查克什奈德和太太 以及演员金牌特务刀腿女苏菲亚波提拉 爱德斯克林还有韩星裴斗娜都献宣 这回共同参与的新片《Raybomoon》第一部《火之女》 挑选日本东京举办亚洲记者会 你觉得他们想要什么? 满满科幻奇幻元素讲述宇宙边陲地带的卫星被侵犯 村民把生存希望寄托在神秘女子苏菲亚波提拉身上 展开一连串战役 但要拿枪对舞蹈出身的她却是一大挑战 卡斯亮点还包含常活跃与好莱坞的 陪斗娜权势身手矫健的见识 大火齐聚东京跟亚洲媒体会面 就是要把芯片声势做大 还找来当地男团AI成员来送礼 毕竟这部电影也是大家熟悉的查导 查克什奈德构思数十年的结晶 其实除了这一次的记者会之外 演员前一天来到日本东京后 紧接着还有一连串的行程 包括了红毯星光大道专访等等 就是要带领亚洲地区的观众 一起进入Raybomb的世界 TVBS新闻庄启元 时云庭来自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